奔田是什麼樣的技術 成為一個全新的 奔田是福祉的食材 我們作為奔田的食材版 這個食材版就是這裡 福祉食材出來的 食材是石頭的石 不是食物的石 不要像我一樣 你們賣海鮮的 好 還有呢 玻璃作為在 玻璃 原罩玻璃 原罩玻璃也在大五 原罩玻璃在這裡 原罩玻璃在這裡 好了好 這個就是我的杯子 好漂亮喔 你看我們大五 我們真的是人才輩出 地方高手耶 謝謝 好 再來第三個呢 我們在整個裡面 電源加熱的核心 細骨能源 細骨能源 福祉食材 原罩玻璃 細骨能源技術提供 結果這打造出一個 全新不一樣的產品 沒錯 未來我們在家中的 家電使用 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 有限的家電使用 對 所謂的無限恒溫式的微晶爐 你可以充好電帶去露營的時候 一樣可以加熱咖啡 未來我們在 吃火鍋的時候 現在也不會有一個人被線勾住 真的真的 波波喝咖啡也釋出 更加輕便方便的帶出門 可以輕易的打造他的手沖咖啡 局長董事長要不要來一杯 無濟才能 無濟才能 來來來來 為你先來 邀哥你也去帶我 來你來 所以他就一直把他 都一直把他疊上來 疊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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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都設計腳踏車的電地 所以就變成了 所以說爺君的說就是 他的電子號碼叫186 這次的代理以及我們地方的獨立 比個讚 右邊麻煩各位長官視線 謝謝 大五輪工業區是全台灣開發最早的一個工業區 那也是目前全台灣最小工業局 轄下最小的一個工業區 所以這個以設計來翻轉工業區 從基隆從大五輪工業區來出發 我覺得這個有歷史上的一個意義 也相信未來能夠遍及全台灣所有的工業區 讓所有的工業區都能夠 像我們局長的一個目標 來做一個升級跟翻轉跟改變 那特別我們大五輪工業區 在最近這五六年的時間 有很大的進步 他的一個廠家數從103年的50家 成長到現在已經變成是78家 那他的一個營業額從原本的80多億 到今年也已經成長到140多億 那從業的人員也從2200多人 增加到2700多人 我想這都是這幾年 大五輪工業區廠商 跟我們的管理中心跟工業區 大家一起努力的一個成果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今天以設計來翻轉工業區 從基隆從稻輪出發 我覺得這個有歷史上特別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市政府尤其是我們林市長特別 對設計美學技術特別支持 我們就知道去振兵漁港 現在去都不一樣 現在多人人走路出來都有風 所以這個是市長團隊對於設計美學導入城市治理 我想這個真的是不簡單 那我們剛好有這麼好的市長這麼好的設計師 所以我們從台灣頭開始推動我整個設計 設計導入我的工業區 這個是一個起點 因為你只要願意 只要心中有想 這個改變就會發生 改變一發生 改變就會持續發生 所以剛剛在影片裡頭 幾個主任也都自己講設計很重要 這個我都有記得 土城工業區的主任 我們西門小燕園區的 而且不用我記得影片裡頭都有 因為老舊工業區你要更新要翻轉 真的是要恆心跟毅力 也感謝我們的旅機長跟我們的市長 對工業區的多方面的協助 包括工業區立體化環境的改造 無人吸支流的防空設施 讓我們到了工業區的廠商 已有榮焉 不得不翻轉 機會總不會等人的 所以說我們企業其實秉持著 在街在立的心情 已經打招 當然 已經有這個環境在這個地方了 我相信 加副這段 已經七十八間了 我們都八十二間 純四間已經要滿了 如果要進入我們大武能工業區的 比較快 那在此 在這個地方 再次謝謝我們旅局長 林市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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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